清晨的社區看到一名女子 頭戴安全帽 右手拎著一罐爆特瓶 其實這瓶是汽油 她目標就是前方的住家一樓 沒多久後再次出現在畫面中 這時候已經縱火 準備汽車離開 社區一樓的信箱被燒得焦黑一片 當初警方貨爆到場 還可以看到一些燃燒過後的灰燼 原本以為事情就這樣結束 結果沒多久後再次發生破汽油案件 被迫灑的是一名公車司機 衣服被汽油淋濕 而他被攻擊的地點就在公車總站 一個女的來交汽油到處 司機沒怎樣 因為其他人就把他們就拉開 在京城那裡 好險這回有人幫忙勸阻 這把火才沒點下去 是由警方比對車牌 發現嫌犯是同一人 54歲的簡姓女子 進一步調查 第一起縱火案發生在新北市的林口市區 因為去年中 和先生離婚就被趕出家門 8號凌晨4點多 先去找前夫報復 稍微信箱內的信 兩個小時後轉往泰山區 因為他不滿 過去跟朋友打賭住2000塊 認為自己贏了 卻討不到錢才會憤而泼汽油 兩小時內連續犯案 簡姓婦人有竊到前科 事後被恐嚇公共危險罪送辦 只是這次不滿前夫 也不爽朋友 卻用了最壞方式發洩情緒 在中秋廉假前夕 孤零零地把自己送進警局 TB的新聞 陳怡仁無欣宴 新聞時報道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